好 看完花甲男孩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孤老小姐 孤老小姐呢 是孤老肉的这个孤老 形容的是什么呢 形容是35岁以上的单身女性 这个词呢 其实是艺人海芬她创造的词汇 当初呢 就取名孤老肉这个菜名的谐音 孤老孤老 形容女生又孤单又老 现在呢 这个词呢 被拍成了网路剧 而且甚至还被写成书 我们就来看一下 她们是如何形容 亲手女的内心世界 就不能打扮得漂亮一点吗 这样怎么交得到男朋友嘛 到底能不能结婚吗 海芬和林可彤 饰演一对 已经到失婚年龄的闺蜜 都三十几岁了 却还单身未婚 被称为孤老小姐 你是很了解我是不是 你应该不知道 我每天在公司 都要打两次针吧 已经打了三十多年 孤老小姐就如字面上的谐音 孤单又终老的女生 创造这个名词的是艺人海芬 孤老小姐 她的人生当中 就像孤老肉一样 酸甜苦辣 什么样的滋味 她都常变了 因为她在三十五岁 都还没有办法找到 专属于自己的幸福 海芬观察到 身边有不少女生 到了三十五岁 不止没对象 甚至还可能都没谈过恋爱 因此决定拍成一出偶像剧 还出书鞋歌 以后不要随随便便啊 笑人家是老处女 处女就罢了 干嘛加个老呢 会被听到被说这个 你只会觉得低书 应该不开心吧 败蠢跟圣女好像好一点 但孤老有点 就太孤单了 根据内政部统计 2015年国人平均结婚年龄 再创新高 女生平均三十一岁 才会出嫁 这种社会现象 如今有了新名词 不过亲手女认不认同 恐怕是因人而异